在十年前发生在基隆一起国二女学生惨遭奸杀的案件 警方宣告侦破了 当年警方只采集到嫌犯的DNA 但是都找不到凶手是谁 不过最近在专办一起性侵案的时候 比对遭到指控男子的DNA 才意外的发现原来他就是凶手 查新案破了就案 躲了十年终于落网 嫌犯是他55岁的草姓男子 十年前他在基隆开继承车为生 竟然随机对女学生下毒手奸杀气失 失真母亲得知二号统窟失真 当年死者才13岁读国二 人生还没开始就消逝 当天成性女学生补完席后 曾打电话向母亲表明要去同学家 却在途中遭遇不测 胶部有缠到她的脸部跟嘴巴 应该有外力介入 法医相验遗体 发现女学生生前遭到性侵 案发后基隆市政府曾提供50万元悬赏 却沉寂了十年 直到97年 嫌犯性侵亲生小女儿入狱服刑 采集DNA建党 比对后才破了就案 将假释不久流落台北街头的嫌犯逮捕 警方更发现 其实他早在85年时也曾性侵 亲生大女儿 种种性侵罪行令人发指 明日新闻陈重瀚基隆报导 这些侵罪行令人发指出了